新疆队将化身为绿叶 还真有可能 这不就在上场惊鲁大战中 山东队就以110比107的战绩成功击败了北京队 这也就让丁伟他们顺利打出了自信 既然自信有了 这也就让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劲的战力 毕竟如今的他们可是以8胜12负的战绩 位列全联盟的第13名 从排名方面来说 他们已经跌出了季后赛 既然是这种情况 山东队必须在未来的比赛中打出一波流 连续掌获多场比赛的胜利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强势崛起 随后丁伟就祭出了杀虎拳 意图终结新疆队的九连上 他们真能成功吗 在篮球地看来 他们的这套杀招也很简单 那就是再度发挥出他们团队篮球的优势 在防守的时候 需要高石岩 贾成 陶汉林与陈培东等球员 能够对阿布都沙拉木 吴冠西 奇林与琼斯等球员形成极强的压制 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给他们全程上强度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完全阻断他们的团队配合 尤其是吴冠西 阿布都沙拉木与外援球员的连线 必须完全掐断 与此同时 还需在最短时间内在对手内线球员的身上 制造更多的犯规 在上半场争取达到四个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吴冠西与阿布都沙拉木这两名球员 必然会在赛场上打得更加保守 不敢再攻守两端做出太出格的动作 否则 不排除他们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溜饭离场 当新疆队缺少了他们的加持之后 他们在内线的威慑力就会急剧下滑 到了那个时候 定位他们就可以重点强攻新疆队的篮下 只要将他们的内线完全打穿 用不了多少个回合 新疆队的心态就会彻底崩掉 这就会让他们的球员失去最基本的冷静 但在这里粉丝们并不是很看好山东队 理由也很简单 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先不说新疆队在经历了休赛期的持续补强之后 他们的阵容实力已经发生了新的质变 经过前面20轮常规赛的持续洗礼 新疆队现有的这套阵容已经成功建立了默契 这不仅让他们在赛场上的发挥变得更加强劲 还让粉丝们看到了一个希望 一个强势登林总冠军宝座的希望 山东队呢 即便他们成功逆袭北京队 从综合战力方面来说 北京队可是与新疆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就算赵锐阴商休赛 新疆队依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毕竟从阵容实力方面来看 除了高诗炎的年龄在30岁以下 不管是陶汉林也好还是贾成也罢 他们的年纪都超过了32岁 这也就是说 他们在赛场上的发挥很难在长时间 高度的对抗赛中一直保持在巅峰 既然是这种情况 他们的内线必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至于说靠吉伦沃特与焦海龙这两名球员 在关键时刻扛围 身高的劣势也就让他们很难在内线打出应有的强势 一个无关系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这还不算阿卜都沙拉木与大外援戴维斯 而且如今的新疆队也急需一波连胜 来帮助他们能够正式吹响夺冠的号角